为了提升团队战斗力 我刚才打起精神讲了两个小时 刚要点燃激情的时候 结果 哦 我看到了 被老张一盆冷水给浇灭了 其实有一个定律 叫酒与污水定律 一池酒倒进一桶污水 得到的是一桶污水 把一池污水倒进一桶酒里 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污水和酒的比例 并不能决定这种东西的性质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就是那一池污水 点和面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 但点上的破坏力 有时候大的惊人 是啊 就像旅游城市里 个别商家的不诚信事件 能让全省的旅游形象受损伤 这个定律很形象地警醒我们 做事要事无巨细 不要忽视细节的破坏力 简单说 有害群芝麻要趁走去除 烂苹果一定要坚决扔掉 烂苹果好办 酒和污水也好区分 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都是人 区分人格就难了 关键核心是看态度 交友或者生意都一样 细节的魔力 在这里用处可就大了 细节决定了成败和选择 该舍弃的 一定要舍弃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